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這個問一下黃醫師 因為還有男公關也爆料說 圈子內盛傳 有一位年僅三十二歲的男公關 為了看我爸媽 不顧女朋友的抗議 堅持跟年紀超過六十歲的 女顧客上床 那這名男公關說 我已經快不是小鮮肉了 過了這個村就沒那個地兒了 這樣的男朋友你能接受嗎 我覺得他也是老實 就讓他去賺錢 因為我覺得那你還會繼續 跟他做男女朋友 我本來就不會跟這樣的男生交往 因為你說比如賺五十萬 可以一個月給我五十萬 還是說一個月給我三萬 那以我生活過的經驗 我覺得我一個月本來就不需要五十萬 這麼多生活 我都過得下去 那如果我不需要那麼多錢的話 我為什麼要去忍耐男朋友 就是他因為他的工作需求 然後他全部裡面都是 其他曖昧的女性 然後動不動就跟我請假 要出去上床 那是工作嘛 對那就是可是那就是 所以我說 我不需要這樣子工作的男生 因為我覺得我不要阻礙他的工作 他也不要來阻礙我的心情 大家互相 對那只是說這個這個case就是說 這個我覺得其實當人在談感情的時候 以比如說他要給我豪宅 他給我法拉利什麼 他才是愛我 或者是講說我給這個男生一千萬的時候 其實都是對感情很不確定的心態 才會用金錢來來跟感情掛鉤 如果其他的人在講感情 都是蠻純粹的 所以他們其實因為久在業界中 所以已經沾染了那個氣息 那不太清楚說知道說 其實外面的人是怎麼談感情的 那他是以他們兩個熟知的感情模式 沒有不好不壞 只是說如果是因為女生已經懷孕了 我當然是祝福的立場 因為我覺得會需要去當酒店 的公關 不管是男女生 我自己是認為他一定是還是有苦衷 然後他也不要 他也想賺錢快 他也不要那辛苦 所以我覺得這樣類型的人 更會告訴大家說 因為因為社會大眾 其實心裡是瞧不起他們的 然後所以他更會站出來告訴說 你 你是不用瞧不起我 我可是有豪宅 我可是有法拉利 我可是存款一億多 可是這個部分 如果要真的要繼續幸福下去 以這兩個人的價值觀來看 那我就一定是建議這個小昆凌說 那你得保證你的銀行裡面 永遠有一億三千萬 不要被你的老公拿走了 對 這個如果有一天 他今天看你是有一億三千萬 還是你會給他一千萬 所以他跟你交往 有一天可能會有 他現在才二十六歲 他有一天搞不好 會有另外一個婦婆 願意給他三億的 那你這個老公可能會走人 那我也覺得應該要做好心理準備 對 志偉 請教你一下 你當時給 聘金是給多少 三十六萬 我還記得 很多耶 對啊 七十六萬 因為你名嘛 我覺得我還比布商 對 很厲害耶 拿得出三十六萬這樣 全場百姓這樣 對啊 我們是一般 你們是護航耶 沒有 沒有聘金耶 為什麼 就我們也沒要求啊 對方也沒拿出來 是喔 你不覺得這樣怪怪的 我本來有 我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後來我是覺得怪了 我覺得可惜了 從哪一次你會要嗎 我覺得還是要 多多少少有聘金 然後有個刑事 然後讓你知道說 這個婚姻是這樣子開始 好不要說什麼 都隨隨便便的 那如果現在你會 如果你對對方沒有開口 那你會開口 會開口多少 我覺得至少要六萬吉利吧 對啊 聘金六萬太少了啦 真的嗎 現在都拿多少 你看他就三十六了 而且我是 他那時候都十萬了 我六萬就可以 求吉利好不好 我不要迷信 那就八八八八不是更好 六十萬 就是這樣 對啊 那欣喜你覺得 現在年輕人 我覺得你結婚怎麼會都好像 你生命都很險 我覺得年輕人的愛情 他們好像追求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在諮詢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發現 年齡層越小的人 他們對於愛的定義 真的不是說什麼 我們平淡就是福 哪有這種東西 我覺得你愛我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拿出那種痕境 譬如說女生就怎麼樣 要被壁咚嘛 壁咚就是一種男生一種豪邁 就是說今天不要說 我說要還是不要 你要察言觀測 你知道說我今天就是想你一個蠻力 把我鋪倒 所以在肢體動作上 就是要有一個魄力 壁咚你或鋪倒你對不對 那如果說在這個錢財上面的話 你最好對火也不要手軟 你就用錢把我砸死 這樣子也好 可是如果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現在偶像劇吧 像以前我們那時候有窮搖 馬錦濤是 就是搖晃你的肩膀 對 你說我就是要愛你 這可惡的小東西 對不對 現在聽起來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年輕人 就是很多偶像劇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是馬錦濤那個年代吧 對 我是咆哮弟的粉絲 我覺得好笑 我是咆哮弟的粉絲 而且你要那麼大 那個女生如果懷孕了 那個就落貼了 他們就覺得就是這樣 然後就覺得就是會一個 很有Feel嘛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在講是 你愛我 你在大街上狂追我 跟我對你破口大罵 我愛你有多深 我就是恨你有多重嘛 我對你破口大罵 其實事後他一定會告訴你說 那是因為我的心 如此的受傷 就是你如此傷我 所以我要在檯面上 這樣破口大罵你 這樣大罵你 等於說我把面子板回來了 我們私底下門關起來 我還是你的小女人啊 OK 這個 Seven叫林冠偉 他是這個南宮關店的超級紅牌 他得到三冠王 三冠王 哨棒也冠軍 青哨棒 小馬聯盟 三冠王 就桌數業績數 杯數都是第一名 要在每一行做到頂尖 這個事情不容易 對 那既然你做這一行 就要做到最好 然後他是三冠王 桌數第一名 業績數第一名 杯數第一名 那他自己很低調 他不願意講什麼東西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性格 那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先生你覺得他是因為他太懂女人 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你要做到所謂三冠王 你勢必得要懂得女人心 那很多人都講 女人心大孩子 你要把一個女人心給摸透 摸到他還願意為你送錢財 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小坤林 就是這個女孩子跟這個 所謂三冠王的這個知名 男公關在交往的時候 他真的犯了一個大忌 什麼大忌 就是去看男人的手機 你不要說他是男公關 男的手機本來就不是給女人看的 是可能是給外面女朋友 他們在聯絡的時候使用 所以說你既然知道他的職業 今天是已經是男公關 坦白講 你說你傳網站簡訊 那些都是售後服務 那個是一天二四小時 我要把你這個客人套牢 我勢必要付出一個舉動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女生既然知道說 你看你又希望這個男生 給你什麼七千萬豪宅 有法拉利 你認為說這是他對你的愛 可是說實在話 他也是才背後經營 跟那麼 要八十個女客人 然後傳這個虛寒問男的簡訊 這樣傳過來也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要 兩個要繼續交往下去的話 應該是你懂他的職業 你尊重他的專業 你的手機就不要碰 因為那手機是他的什麼 這叫做什麼 你身材工具 那不是說給你拿來檢查的 是 有道理 有道理 可不可以請教 我覺得你講到一個很好 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女人心不容易摸 那如果摸透了 就感情會很好 其實我覺得摸透 你看洪爺在那邊痴痴笑 你是有摸很透 你覺得感情很好嗎 他摸透的不只女人心 其實我覺得 什麼東西是男人常常忽略 其實我覺得男生常常忽略 就是不懂得所謂的甜言蜜語 可是大家都甜言蜜語 你看洪爺又皺眉頭 結果覺得說 難道我沒有了解其中的訣竅嗎 我覺得女人是很奇怪的生物 就是很多男人所謂甜蜜語 就是我哄你嘛 寶貝我安慰你 然後呢 我就是在那邊跟你在那邊甜蜜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女生有時候感受起來 會覺得你很油啊 好比說你知道那一天 我跟就是朋友 就是這些朋友就出去吃飯 我發現現在服務業啊 男生女生看到客人 已經不叫先生小姐了 已經也不叫什麼帥哥美女了 他叫你什麼你知道嗎 姐姐跟哥哥 然後那時候同桌的那個 大家都覺得說 好奇怪 因為那個服務生 其實他的年紀 也不算說是非常之小 然後你一下被人家 稱為姐姐跟哥哥 那個時候我們同桌 大家的反應就是油 然後就翻白眼 所以說我覺得你要去摸進女人心 你又不能讓女人覺得油 那才是真的高竿 被叫哥哥姐姐的人 對 哥哥姐姐 是這樣嗎 我為什麼沒有去餐廳 不是哥哥爸爸燈 回答是哥哥跟姐姐 就是一般美式餐廳啊 這就是很難服視啊 不是 這叫很油 對啊 業務嘴 火綠綠 一間嘴火綠綠這樣子 可是我以前在酒店上班的時候 就是說 志偉會這麼瘦 不是沒有原因的嗎 沒有啦 因為以前念書的時候 有在特種行業上過班 特種行業 就是人家認為是酒店 但其實我是在一個很高級的 Piano Bar 那裡面真的看過那個 就是你知道那個紙醉金迷 酒池肉鱗的那種狀況 就是有男公關帶一堆 有女生帶一堆男公關來的 也有我們講說媒體的大亨 一來的時候就是排場二三十個酒店的小姐來 那裡面步伐有當時的那種酒店名花 你講的那種藥小禮物的啦 冰山美人啊 或者是有什麼可歌可泣的 那個背景的都有來 那其實你會發現說 這些女生 不管是男公關或女公關 她為什麼會討這些願意砸錢 在她們身上的歡心 因為她就是懂得察言觀測 那剛剛辛西亞講的沒錯 就是說男公關 她要怎麼樣討得這個女生的歡喜 她那個甜言蜜語要有點甜 又不要太甜 甜過頭會讓你覺得油 我就看到一個 荒唐到底要加幾顆 對 我看到一個那個 他就比方說 你如果一直在旁邊撥葡萄給他吃 那女生會覺得你是男生的女生 所以那個厲害的男公關 這樣也不對 厲害的男公關是讓客人 撥葡萄餵他吃 是真的 那是厲害的男公關 然後然後他呢 一定要很會跳 我付錢 我客人 我再撥葡萄給你吃 我再給你錢 厲害的是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7-7 應該有這種功力 然後還有厲害的是怎樣呢 我可以不要碰一杯酒 讓你的酒一直開 因為我很會滑拳 對 滑拳這個女生輸了 好討厭 這是結果 那可是那個方法是什麼呢 方法就是你要欲情顧重 就是你不能讓他想吃 又就是要吃吃不到 男生女生都一樣 他才會一直來找你 然後你要跟他 讓他有談戀愛的感覺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些呢 其實我念書的時候 也好高無緣過 就想說陪女生聊聊天 跳跳舞 然後喝喝咖啡 那時候還不是說喝酒 就可以賺錢了 那時候報紙小廣告 就寫說真什麼高薪的什麼什麼的 那我們寒暑假打工嘛 就想說去看看 對 就一看發現原來是要陪女生的 那那時候的那個所謂的領班 就說那你會不會跳舞 那時候你幾年幾歲 大學 念大學的時候 你會不會跳舞 我說我會跳啊 他說你跳什麼 我就跳街舞給他 他說不是這一種 在地上轉來轉去那種 就是跳一些街舞嘛 那時候就美國的CR很流行 那我就說那什麼 我說什麼叫交際舞 他說我說是國標嗎 我在大學有修 他說不是不是 是那個叫切仔舞 切仔舞 他就是跟就是如果有一個舞池 對不對 你就是要繞著舞池這樣跳 就帶他轉圈圈啊 然後偶爾摟一下腰啊 然後可能臉還要貼臉一下那種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他們也真的還蠻腰瘦的 他就是為了要跟你說 那你要先 你不會跳 你要先受訓 我免費教你跳舞 然後也給你制服這樣 就給我一套紅色的西裝 我說為什麼要穿紅色 他說因為林志穎那時候很紅 所以都是穿紅西裝 原來是這樣子 那就去上了兩天的課 就教你說怎麼應對進退 然後這個舞要怎麼跳 那我想說現在都還記得嗎 那個舞 記得 那你可不可以跟那個 現在你確定 你確定要跳 對啊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行不行 那那個麥克風 沒有 那個是要帶動的 對對對 那要帶動 麥克風我也憋一下 我憋一下 我憋一下 那就是切仔舞就是要這樣點點點 然後拉 然後拉過來 就轉圈 然後換手 然後換手 沒有沒有 你的手不要換 手不換 那我要再來一次 對不起 這樣點點點 ok 好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我的手換你的手 再拉過來 然後你要轉過來 轉 轉過來 轉過來 這樣子 Oh my God 這個客人的錢很好賺 因為他很生出 我到一盒錢就淘出來了 Sandy很僵硬有沒有 然後呢 就等於是說 教你這些之後呢 就是好 兩天之後 他就跟你說 那有客人喔 你要去復約這樣 對 那我就說 那復約應該怎麼辦 他說我們這一行的規定是這樣 你去復約 那陪客人 因為你是新人 所以你一節 就是一 就是一 他我們那時候 他那時候算一節 就是半個小時 七千塊 我說 半小時就賺七千塊 好賺 對 所以你就陪這個客人一小時 在來來飯店 那時候還叫來來飯店 不是現在的洗來燈 就是現在的洗來燈 你就去陪他喝一個小時的咖啡 就賺一萬四了 我是經紀公司嘛 我幫你接的嘛 那天去我記得就是給我西裝 教我跳 我還幫我拍了照片 因為他說要給客人挑的 就是有花名冊這樣 然後呢 就說我們這一行是這樣 那就是六四拆 我說我六成 沒有啦 我幫你接客 你新的咧 我六成 你四成 一萬四 他抽八千四 對 然後就說 你要先把錢給他 我要先拿八千四給他 對不對 然後客人會給你錢這樣 我們那時候真的有夠傻 穿護衣 真的輕輕輕輕輕八千四給他 然後穿著紅色的西裝 我也沒有 不知道客人長怎樣 就跑去咖啡廳看看看看 就好像這個是 還是那個是 到底因為他跟你說穿 你穿紅衣服 他說那個客人穿綠色的衣服好了 我就看這一桌 這個也穿綠色 深綠色 這桌淺綠色 到底哪一個看起來比較像貴婦這樣 就過去問人家說請問你是黃小姐嗎 然後對方看我這樣就很莫名其妙 不是 然後再去問另外一個也不是 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就是BB Call 或者是打那個 就是那時候沒有手機嘛 那有一個電話 就是公司的電話 然後也有一個手機 那時候都是拿 他是拿黑金剛 所以那個領班看起來 還頗有牌頭 打去的時候你知道 寧波的號碼是空號 我被騙了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去漢中派出所報案 然後你知道警察就跟我說 你這個阿呆 你這樣來報案 你就抓得到人嗎 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是好高霧遠 以為這樣就可以賺錢 笑死人了 不過你也不是第一個 已經今天兩三個來報案 他穿的紅西裝嘛 你看 真的 所以被騙了 不過還好你有學到武技啊 對啊 至少有學到 然後還有一件西裝 紅色的西裝 然後紅色西裝後來還有穿嗎 現在還在喔 對 下次拿來剪字給他看看